大家好,我是张鑫 昨天我们跟大家报告 下个月我们要去韩国了 其实对韩国这个国家 感觉起来既陌生又熟悉 哪里熟悉呢? 因为我们常听韩国歌看韩剧 甚至在新闻报章杂志里面 常常听到韩国这个国家 可是在脑袋里面搜寻一下 我们到底对韩国了解多少 嘿,还真陌生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 这个天天都有新鲜事 每天我都会花一小段的时间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已经知道的韩国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呢? 因为我以前在做圈里 在做培训的时候 常常跟学员说 一个资料你看过了 并不代表你学会了 一个资料你要把它看过 学习融会冠冬之后 然后还能讲出来 这样子你的学习就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一定的高度 所以我要实现 我自己在培训时候说过的话 我要把我每天看的韩国 嘿,来跟大家做一下小小的分享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韩国 韩国它的国名 正式的国名叫做大韩民国 大喊民国 这是韩文 而简称就是韩国 喊国 很多人或者是在港澳台一带 会把它称之为南韩 其实我曾经印象当中 还好像依稀记得 还曾经发生过所谓的外交事件 南韩的大使馆 好像还曾经发文给台湾的各个媒体 希望不要再把它称之为南韩 希望能够把它就直接叫做韩国 那如果南韩是韩国的话 那北韩又是什么呢 其实北韩的正式国名叫做 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 北朝鲜 它的名字就是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 它真的把南韩叫做南朝鲜 所以接下来我们定义清楚之后 我所有文章或者是影片里面说的韩国 指的就是我们以前认知的南韩 也就是所谓的大韩民国 韩国的土地面积大约是10万平方公里 而台湾的面积是36000平方公里 所以南韩也就是韩国的土地面积 大概是台湾的三倍不到 这比我想象当中要小很多 我一直以为韩国比台湾大很多才是 其实没有 它的面积不到台湾的三倍 再来讲人口数 韩国的人口数大概是5100万人吧 台湾是2300万人 所以大概是台湾的2点多倍 我每次看那个韩国踢足球的时候 或者是韩国办奥运的时候 总觉得韩国人山人海 那个红魔鬼出没超有气势的 还有每次在街头抗议的时候 哇那都是人山人海 好像潮水一般的涌入各大街道 就没想到原来韩国的人口数 只有台湾的两倍多一些些 我一直以为它至少有一亿左右的人口 其实没有 在一个比台湾大一倍 就大概两倍多的人口土地 不到三倍的国家里面 能够创造出这么多的经济奇迹 或者是隐聚界的奇迹 它的歌曲 它的饮食 能够有这么高的国际能见度 还真的不容易 这两个人口数和土地面积 是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 当然可能是我自己孤陋寡闻 我一直没有去研究这块 现在也跟把这个数据啊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还有第三个令我非常讶异的事情是 我们决定要去韩国之后 我就请我弟弟帮我换韩币嘛 就是韩元 我就汇了一万块台币给我弟 我弟昨天晚上就把韩元拿到我们家来了 结果我一看 我弟你是不是换错了 怎么拿了四十万韩元给我 我弟说没错啊没错啊 原来啊台币跟韩元的汇率差异这么大 一块钱台币可以换四十块钱韩元 所以一万块台币就能够换四十万韩币了 所以你看我弟就把我换回来了一大堆的韩国钞票 这个绿色的是一万块 也就是台币两百五十块 那这个是五万块 折合台币大概是一千两百五十块吧 所以我想这次去韩国的时候一定会有有钱人的感觉 随便吃一餐饭就是几万块 买个东西大概就要个几十万了 好嘞再重新跟大家报告一下 韩国的土地面积大概是十万平方公里 而人口大概是五千一百万人 韩元跟台币的汇率 台币一块换韩元四十块 好嘞这三个东西都是我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基础数字 和大家分享张心漫谈天天都有新鲜事 咱们下回见拜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